记者洪陈洪高雄报道 统育投资董事长陈文育联合企业界有人 今天邀请1500名弱势民众围炉 提前享受年节气氛 这是陈文育本人连续第七年举办 背后的洋葱 启发他们寒冬送爱的源源动力 洪善有爱 温馨围炉活动中午在大辽区 向温馨餐厅席开150桌 邀请高市社会局 屏东县社会处 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 高雄市身心障碍联合总会 高雄市佛林寄住会等团体 所服务的弱势家庭 长辈身心障碍者 青少年聚餐 活动安排猩猩王子打击乐团 小松鼠的家南区 罕见天籁和唱团来欢乐演出 以行动支持弱势族群演出的机会 高市副市长徐立明 也带来市长陈菊智赠的福带 贺杰热闹气氛中带着温馨 陈文宇从101年起就开始联合企业 有人举办围炉 不仅响应的企业家愈来愈多 参加人数也从一开始的七八百人 倍增到今年的1500人 以往受限场地都是分替次举办 今年首度将大家聚在一起热闹一番 陈文宇说女儿在高市社会局服务 七八年前邀请需要关怀的中措身 孤儿吃火锅 没想到一名小学生吃得太撑 跑到厕所吐光后又回到餐桌上吃 让他很难过 心想若是民众难得有上餐厅吃饭机会 当下发愿范尾牙回馈社会以后会继续举办 下发愿范尾牙回馈尾牙回馈